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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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大人 寒衣那边已传来消息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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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哥哥 歇袖还已不复存在 韩依 是谁让你受伤啊 公主哥哥多虑了 不曾有人伤害过韩依 那你小心一点 走路的时候不要再碰到树了 还有一事向公主哥哥禀报 丁老怪并不在此 他已带人前往吴忧县 击杀武林盟主 公主大人 怎么了 女神有难 我要去救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如一颗六阳果值钱 少废话 上 秋水无痕剑 怎么 你怕了 以者人欺瞒 万物皆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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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啊 丁丁 丁丁是谁 你认错人了吗 不是丁丁 谁是丁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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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逼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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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大人 丁丁认输了 认输了 哎哎哎 疼 疼啊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刚才 你的内功会暴增 啊 呃 丁丁也不知啊 那为什么现在那股力量突然退去 啊 我知道啊 一定是小人第一次见到了公主大人 激发了我体内从内而外对公主大人的崇拜之力 哈哈哈 这力量 来的快 缺的一块 奇怪 这部力量 有武林中人所修炼的完全不同 反倒与我想想 难道 还要和我一样的玩家穿越过来了 哈哈哈 公主大人 您要是没什么事 小的 就先告辞了 啊 别急 我还有事情没问你呢 站住 雨晨 赵公子 薛神医 薛神医他 是吗 与丁老怪斗法 被医道谢神了 我刚才隐约听到 秦斩 称赞 称赞丁老怪 干得漂亮 还亲切地叫他 丁丁 秦斩没这个必要 雨晨 你千万不要被那个魔头所蛊惑呀 对了 药方 药方 帮主 帮主 那我替徐帮主 谢过盟主了 多亏盟主 我正派侠士 和周边百姓 才得以转危为安 怎么不见薛神医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遭遇邪派埋伏 薛神医和丁老怪斗法 为医道 现身了 薛神医他怎么会输啊 盟主 据我所知 丁老怪好像已经被秦斩收服 此事肯定和他有关 盟主 我等当下应当诉诉 发布武林通缉令 立刻接纳秦斩和丁老怪 是啊 再过即日就是皇上的生辰 那可是万寿节啊 万一灵鹫宫趁机寻仇怎么办 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 还问我做什么 这件事情 我已经派人去竹林了 请放心吧 主人 武林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 好 小庄主 真是足智多谋 佩服 佩服 可这丁老怪 已经好久练习不上了 我估计 雄多吉少啊 没有大碍 丁老怪 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那我们下一步 眼下 我们再帮秦斩做件大事 纵然他再强 也不可能对抗整个武林 等拿到秦斩的保单 少不了你的好处 是 是 是 可这大事是 过几天 不是皇帝老儿的生辰吗 我打算 独暴开封了 独暴开封了 可 可这事 怎么才能夹活到秦斩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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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